大家好,欢迎来到四海维嘉,在这里听见真实的加拿大,我是贝贝 自从我的播客开播以来,可能因为聊了几期有关移民的话题 所以有不少听众会私信我,咨询移民问题,留学问题等等 问的人多了我就想说,我个人能提供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太有限了 不如请一位专业人员来统一聊聊,可能会更加全面和客观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期,我和加拿大联邦持牌移民顾问David一起聊聊加拿大移民政策和一些注意事项 如果你对移民加拿大感兴趣,相信这期能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哈喽David,欢迎来到我的播客 哈喽大家好,很高兴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加拿大的政策或者一些避坑 谢谢你抽出时间,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我经常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移民加拿大 其实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加拿大移民有哪些渠道的问题,对吧 移民加拿大的渠道呢,主要是分三类 就是一类是经济类移民,比如说技术移民啊,或者是这个通过上学啊,然后工作啊,然后留在加拿大 然后呢第二类呢就是家庭类的移民,就比如说父母担保过来啊,或者是夫妻团聚啦,这一类 然后第三类呢是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啦,或者是这个refugee,难民方面的这个移民 那么我们通常呢,绝大多数的就是华人啊,他们来加拿大呢,主要都是通过第一类经济类移民 就是所谓的经济类移民,它就是为了,就是振兴加拿大的经济嘛 那么说白了就是提供一些劳动力,然后来弥补加拿大的这个就业市场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短缺 我之前听过技术移民,也听过雇主移民啊,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省移民是什么一个类别 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我和贝贝应该都在安省啊,咱们安省就安大略省呢 它的这个省移民呢,主要的是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学生,那么学生在加拿大读完了硕士或者博士 那他们毕业以后就可以通过省移民啊,进行打分,然后移民 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做说是本科生啦,或者是过来读一个college啊,读个学院类的啊,言文类的啊 那么他们需要找到工作以后啊,然后通过省移民 省移民它,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拿到省移民以后可以加600分 联邦的打分里面,我可以一下子脱颖而出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了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能走省移民,还是我不能走省移民 他主要是看这个人他有没有在安省啊,或者在BC省啊,或者在其他的中部省份 大西洋省份待过,对吧,要么是工作,要么是上学 那你只有跟这个省有一定的关系,对吧 那这个省才能就说,哎,OK,我想把你留下来 那如果说人都不在这个省啊,对吧 或者都不想留在这个省,那这个省为什么会要给这个申请人 申请民呢,对不对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我们一共有三种渠道的移民 一种是经济移民,人道移民,然后还有家庭移民 然后在经济移民里面,我们有技术移民,省提名,还有雇主移民,对吧 当然主要的咱们是这个三类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家了 对于普遍的大众来讲的话,最经济实用的嘛,肯定就是这个技术移民 尤其是咱们,因为有很多是海外的听众,对吧 那么很多海外的人,就加拿大以外的申请人呢 他们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技术移民过来 但是呢,现在技术移民的分数又那么高,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联邦的大分支 那也就是说,就大家得跟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去竞争,对不对 澳大利亚的,印度的,对吧,迪拜 那些很多人他们母语可能是英文 这个是一个,就是技术移民的一个门槛吧 就是说,说白了就是,如果想用最少的花费来加拿大呢 那自身的能力肯定是,要求是最高的 而相比呢,省提名呢,它是一个捷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这个申请人他来了上学了 熟悉这个省了,对不对 然后,或者在这边工作了 然后呢,走省提名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花费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毕竟人得过来,对不对 在这边生活啊,工作啊,上学啊,都得花费,对不对 然后呢,省提名的申请费用呢,也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还得给省里面交费,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门槛要稍微低一点 但是呢,也是会稍微的容易一点 就不用跟全世界的人竞争了 就要跟本省的人竞争就可以 还有一类呢,就是比如说 如果是要雇主担保的话呢 这其实也是一种省提名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所谓的叫雇主担保移民的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哎呀这个宣传的那个中介介绍的 哎,他可能给这个雇主担保加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去了解的话 一定要去看官网的 不要就是看这个中介分享这个 那个中介分享这个 很多的东西呢,大家要去理性的去做一个调查 或者叫cross reference,对不对 去考察一下啊 那么大家以官网的信息为主 我记得十年前我准备移民的时候 那会儿听到投资移民的人还挺多的 但我发现最近几年提到这个的还挺少的 这是因为这个渠道关闭了吗? 对,一方面是收紧了投资移民的 就是纯投资移民的 当然现在也各个省它都有这个所谓的投资类移民 说白了它的目的呢 是希望邀请一些有实力的 包括有管理经验的 这个是要画重点的 人来加拿大办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 然后呢,盈利当然是最好的 也可以不盈利 但是呢,最关键的是要给加拿大就是创收嘛 对吧,有交税 然后又提供就业岗位 这几年为什么大家不宣传呢? 就是因为审核变延了呀 对语言有要求了呀 那么虽然现在也有一类的这个移民叫 通常叫它叫SUV 像车一样 就是这个所谓的叫做一个初创企业来移民 SUV的缩写呢叫Startup Visa SUV嘛,Startup Visa 就是做一个初创的一些 通常是科技类的一些公司 所以呢,它对于这个公司的要求 不是说我来加拿大开,比如说我开一个工厂来种蘑菇 我就能,我这帮人我就能移民 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呢 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科技含量 而且要有一定的这个VC啦 风投啦,或者天使投资人啦 或者是一些孵化企业啊,去赞助 然后这样的企业才能够做移民 然后才能邀请这一车人 包括他们的家人进行移民 所以呢,它的门槛呢 是增高很多 而且对于主身呢 它的要求是很高的 因为它首先它要会英文 然后呢,它还要有管理经验 而且要在加拿大至少要运营两到三年 才能把这一车人给平稳的着陆到加拿大 对,那聊到这里 其实听众们应该对移民加拿大的渠道 应该有个大致的比较整体的了解了啊 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 其实是关于就是移民加拿大避坑指南 有很多朋友在问我的时候 他们比较关心 就是说在移民申请的过程中 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呢,很担心自己会在哪里有陷阱 或者是说被一些黑中介给坑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关注 包括很多人他不确定 对,他也会犹豫 他会怎么去选择,对不对 那么首先像刚才咱们说的 一个是要鉴别网络上面一些可靠的信息 还是广告 还是说是有些资源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很发达 对不对 大家接受到的信息 五花八门的 我一直跟我的客户 包括我们朋友在讲 就是说以前的移民呢 打的是一个信息查 很多人不懂英文,对不对 他没有以前政府的网站做得不好 那么他没有途径呢 去了解到移民的一些政策 一些方法,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这个政府网站做得非常好 然后各种工具啊 包括各种平台啊 就是咱们自己 如果自己去递交的话 各种平台 它的这个一步一步的 它都有写得非常的清楚 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 大家要调整一下这个心态啊 还有包括一些认知方面的 不要觉得突然有一个什么 十五万全家移民 还是二十万 这个不需要语言 然后就过来 就是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然后不要相信这种又便宜 又好办的事情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发现很多人会通过网上的信息 美化或者是丑化加拿大 有些人会对加拿大这个国家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觉得这里就是个天堂 那么也有一部分人呢 会觉得啊 加拿大什么都不好 就是这方面的这种信息偏差 又很极端 是的 两边都有很多 就是很多人他成功了以后 才愿意出来分享 对不对 那或者是呢 他要对自己的选择 要有一定的这个selection bias 我们说的这个这样 选择性的偏差 他既然选择回国了 那么他肯定不喜欢加拿大 对吧 那他不喜欢加拿大了 那就会说加拿大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很多人他留在加拿大了 那他有留在加拿大这里的 有的人是苦衷 对吧 有的人是真喜欢这里 对我之前也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加拿大生活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每次都跟他说 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提供我的这个生活感受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价值观啊 这个对生活方式的追求 以及这个经济基础的不一样 他对加拿大生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每次都跟他强调说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但是不代表大部分人的情况 如果你想要真的了解的话 你可以再去多了解了解 然后呢 我也会尽量分享旁边不同的样本 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话说回来 刚才我们讲到说 要学会鉴别信息 那么要学会调整心态 然后呢 要扩大认知 尽量对加拿大 在移民之前 要对加拿大 那在这些基础上 我们就要开始说 怎么样去寻找 匹配自己合适的移民项目 对吧 在找中介的这一换 我相信很多人 是碰到过很多黑中介 然后踩过不少坑的 对 对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加拿大移民不是去菜场买菜 就是什么样的条件 然后就 就可以匹配加拿大 什么样的一个渠道 对吧 会不会说法语对不对 那英文怎么样 那么是不是做IT的 是不是做医疗的 每个人他可能 他都会有一个最优的一个 来加拿大的一个方式 可能国内中介 他会给你介绍五个项目 他可能会说 哎呀这个项目是最好的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但是其实呢 这个不一定是 大家适合的一个项目 但这可能是 可能是最挣钱的项目 对 所以有些项目 中介一直给你推 不是因为这个项目 对你最合适 或者是说性价比最高 而是因为这个项目 对他来说是最赚钱的 对 因为移民加拿大呢 说这个 他的移民渠道 不多 他确实不多 但就是说 因为每个省呢 就是说 他的省提名呢 他有 有很多细分 每个省都有对吧 十类十几类的这个细分 究竟哪个适合我 对不对 很多移民中介呢 他就会 比如说 根据他手上的 合作的一些企业了 包括很多是一些华人 他在这边办的一些企业了 那么他会通过他们呢 就是说 会申请到一些岗位 把这些岗位呢 来拿出来去卖 当然咱们就说的比较直接啊 因为很多的都是去买 其实归根结底呢 是一个买卖工作 对吧 他把这个岗位申请到了以后 然后卖给了 一个申请人 然后呢 他这个申请人通过这个岗位 全家来加拿大工作 然后接下来移民 这个就是雇主担保了 绝大多数的这个 这个市面上 大家看到的雇主担保 都是这些 所以呢 他们会根据 这个比如说这个岗位 申请到岗位 比如说是一个厨师 对吧 或者是一个超市里面的 某个工作人员 OK 他申请到这个岗位 他就会把它包装 对吧 包装成 这是一个加拿大 一个移民渠道 那么去吸引申请人 然后 当然这个 这个是 怎么讲呢 这个 他的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 对吧 让这个岗位能够 得到一个合适的申请人 过来工作嘛 但是 其实到最后 大家做雇主担保 做到最后 就是比较好的是 大家OK 都移民过来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三年以后呢 这个工作呢 就没有了 就是 就是移民过来以后 还得再去找工作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讲的话 他的目的是为了 在加拿大生活嘛 对吧 不是来加拿大退休 那么他还得去 再去学一些技能 还得再去 找工作 对吧 还得再重来一遍 所以这个是一个 雇主担保的 大家要去看清楚 他的这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质 我之前是听说过 雇主担保是水挺深的 然后一个是说 可能就是从事这种工作的买卖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像你说的 虽然移民成功了 但是呢 因为工作都是比较低薪 或者是难领的 对成功移民之后 未来的职业发展 是没有帮助的 对吧 对对 是这样的 就是加拿大的雇主担保 分低薪类和高薪类 就像刚才贝贝说的 大多数人呢 会通过这个蓝领的岗位 就是低薪类的岗位 的雇主来担保过来 因为这一类的 对于语言的要求比较低 然后年龄的要求 年龄没有要求 对于这个申请人的话 他有一些技能上面的一些培训 因为加拿大呢 和英国啊 包括澳大利亚 很多地方一样 他很多从业呢 需要从业资格证 如果就是电工 他需要电工证 他是licensed的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些技工来呢 就是只要他学习一个技能 取了证 就可以持证上岗 所有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但是一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有很多的岗位 是不需要证的 就比如说 咱们举个简单例子 叫做是那个切肉的 切肉工 切肉工一般是 培训一个月上岗的 OK 那这个人 他可能在国内 是一个某个企业的 一个人力资源主管 OK 那他到加拿大来做这个 这个 首先呢 就是如果 如果是移民局的话 他如果知道 是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肯定不会批准的 他肯定 中介呢 肯定会 对他的这个 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 做一些包装 这是一个 另外来加拿大以后呢 正常情况下啊 是需要在这个工作单位 一直工作的 一直工作到这个 拿到 枫叶卡为止 那么很多人 其实是不工作的 这其实是一个 股票担保 一个现状 所以才会有 就是说 一旦这个事情 被查出来 不仅这一家人 的申请 会受到影响 会被遣返 然后并且五年内 不得申请加拿大 任何的签证 和等等 而且未来的申请的时候 每一次申请 都要 把之前的拒签 进行解释 而且呢 这个雇主的 包括这个 移民中介的 所有的申请人 他们在拿到PR 不管他们在申请 还是说 已经拿到PR了 那这些人 都会被拉出来 因为这些人 可能都 都或多或少 他们都会 都要去进行调查 去取证 所以 贝贝 就是之前 可能听说 SARS还是哪里 有被牵出来的 对 我们当时都知道 这个消息 那之前很多人 他们已经来 在加拿大 都已经三五年 可能甚至于更久了 他们就拿着PR卡 然后就 因为 加拿大的 这个移民法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叫 mispresentation 或者叫 inadmissibility 这个就是所谓的叫 没有 就不诚实 说白了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不好的中介 或者是不好的雇主 那么 导致了 即使拿到PR 但是因为他不是加拿大人 当然 如果说换了加拿大护照的话 这是 这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 对 我之前有听说过这个新闻 还蛮震撼的 就是 他们 虽然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好几年了 然后呢 也拿到PR卡了 但是因为 被查出来说 通过雇主移民 过来了之后呢 但是没有正常去工作 所以呢 全部被遣返回去了 对吧 所以我还是蛮震惊的 就是觉得 哇 就生活这么多年了 你还会把他 遣返回去 就因为他这个 不诚信 然后违反这个移民法 那么回到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种雇主移民 都是蓝领的 低薪的工作多 那有没有 这种高薪的 成功的案例 高薪的一般比较少 因为高薪的 他对于雇主的要求 会更高一点 对自身的要求也不低 而且语言的话 至少雅思六分 很多人他选择 雇主担保 说白了就是 其实条件是够不上嘛 如果他真的 自身对吧 又有语言的 语言又不差了 对吧 然后又这个 有管理经验 然后这类人呢 通常会去选择 更花费更少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雇主担保 这个费用会比较高嘛 而且高薪的这个 雇主担保呢 通常是 是最后要去 回到池子里去打分的 所以打分的话 年龄呢 又不能太高 那么很多人呢 他就 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 我不如自己去 学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呢 就是我们 其实有很 绝大多数的 我这边成功的 最后呢 我与其花这个钱 我不如去 自己再去念一个MBA啦 或者再去读一个硕士啦 对吧 把自己的自身能力 提高一下 然后软着陆 加拿大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MBA 包括有些 比较不错的一些 硕士的项目 它是一个软着陆 来这边又 又有本地学历了 又认识了一帮同学 老师 资源 网 就是社交网络 对吧 那最后在这边 通过找到工作 然后移民 这样的费用呢 是花费是 是最少的 也比较经济实惠嘛 对 你这个建议特别好 就是拿雇主移民的钱 这么多钱 不如拿来去读一个MBA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 还能够更快地 融入这边的文化和圈子 对吧 那如果在我们的听众里 那他们如果只能走 雇主移民这个渠道 那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他们分享吗 我觉得首先 大家自己要做足一些功课吧 首先要考察这个项目 是不是合理 第二个人要考察 这个中介是不是持牌的 然后呢 要考察这个雇主 是不是真实的 对不对 那实际的工作 符不符合 因为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 不是说 我一个客户来了 你给我两百万 或者多少人民币 我给你半成 如果碰到这样的移民顾问 这个通常就没有 没有说是一定 一定一定可以打包票 你给我钱就这样办成 所以这类的 大家一定要去 就火眼睛睛 去看一看 我通常会帮我的申请人 如果他们真的诚心 在我这边做 然后预约咨询 然后什么的 我都会跟他讲 就是说 大家不要考虑 未来一两年的问题 大家要考虑的是 未来三五年 以及移民的一些后续的问题 对不对 就说这个雇主担保 和这个省提名 为什么有人说 我不要走省提名 我省提名太慢了 不是说省提名慢 是因为 假如说我们现在开始 接洽一个申请人 OK 他决定好了 他要走这个雇主担保 OK 然后咱们雇主那边 去申请岗位 匹配申请人 然后申请人来加拿大 或者是工签下来的 这已经六个月过去了 然后他再工作个一年 有的时候甚至要工作两年 他才符合条件 OK 工作完了以后 两年 一年半两年以后 有些岗位 OK 我政府就说 我饱和了 我不邀请了 所以对于雇主担保的 一些岗位 一些申请人的选择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需要去审查的 首先我们要看 他的这个简历上面 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对不对 那OK 我这个申请人 我想到加拿大来做一些 护工 护理的工作 可以啊 没问题 加拿大就缺这个 非常好 现在非常好移民 非常热门 那么这个 这个申请人 他在国内 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对不对 他愿不愿意到加拿大来 从事这样的行业 对不对 他愿不愿意去 上一个 上一个这个 一些项目 对吧 来提高自己的这种 技能 熟悉加拿大的 这个行业的工作习惯 对不对 他如果说 自己不愿意做出努力 那咱们就算匹配上了 他也不适合这个岗位 对不对 然后后续呢 他也不可能为我这雇主 做出一些贡献 对吧 那我雇主 为什么我要选择他呢 对不对 所以自己在选择 这个雇主担保 和选择这个项目之前呢 也要做一些了解 对 我特别赞同你这个理念 就是我们移民 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我们既然决定移民的话 其实要 不是看说 一年两年是怎么样 而是要看三年 五年 十年 我们要怎么样去规划 那刚才我们讲到说 雇主移民需要三点 一个是去 禁别信息 去考察项目 然后看这个中介 以及雇主的情况 那你刚才提到 这个持牌中介 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我之前 在中国的时候 比如你去找中介 我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持牌中介的 这种讲法 那我来了这里之后 包括买房子 包括去找这种移民的中介 他们都会强调一个 自己是持牌的中介 但我知道 除了持牌中介之外 也有另外没有持牌的 可能 他们没有持牌的 相较来说 价格会稍微好一点点 会便宜一点点 那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就是既然有持牌和不持牌 那我为什么要去找持牌的中介 OK 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几点 咱们一点点说 就是首先 大家可能 就是就像贝贝说的 就是很多人 他们可能刚来加拿大 或者来加拿大之前 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中介的一个区别 对吧 以前呢 无论是移民 还是可能现在 就是也一样 这个房产或者什么 大家打的是一个信息差 对不对 你中介有没有资源 也没有房子 对不对 也没有房源 对不对 那我这个移民中介 我知道什么项目 以前是这个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所有的 像加拿大 无论是加拿大 英国 还是英联邦国家 它都有一个这个 持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licensing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但不是说我们 手上的资源有多少 不是说我知道 OK 加拿大 有100个移民项目 这些移民项目都是公开的 所有的官网 然后省里面的 国家的官网上 所有的信息 完全公开透明 加拿大劳工部 对吧 这个怎么申请 这个雇主担保 所有的都可以去 自己去完成 那为什么要选择 我们持牌的 这个顾问律师呢 就是大家去 比如说去选择中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说 我会不会被这个中介骗 为什么我们要持牌呢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五年 那可能我和这个没有持牌的 在这个行业做了三十年的老法师 那他们可能懂得比我多 因为他们经历过的各种政策的改变 或者是做的案例比我多 对吧 这没办法 人家做了三十年了 他没有持牌 那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们的优势就是 我们有监管机构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不用担心 我被骗了怎么办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持牌 我们需要去上课 我们需要去考试 就我们需要很多 要保险 然后等等的去来维持我们这个牌照 对吧 那如果说我申请的人被拒签了 那这个人觉得我做事不递道 或者我递交慢了 或者怎么样 他可以去投诉我 然后我的保险会给他进行赔付 然后呢 我投诉了 确实人家过来觉得我确实做得不好 那我的牌照会被吊销 然后我的饭碗就丢了 他最后保障的是申请人 像找我们 虽然你可能觉得 可能价格是不是比 感觉价格可能比什么 黑中介要高啊 但其实我们都是有行业的一些 收费的一些基准的 我们不会去瞎要费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申请人 他符合这个条件 他能够走法语的 可能只要花一个一两万加币 走这个法语的这个通道 就能全家移民的 OK那我 我中介我挣什么钱呢 对不对 那我可能一个人身上 这服务费就真的都不到一万 就是我们需要去花时间 去做资料等等 递交 对不对 这个可能有的黑中介 他觉得就不挣钱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 一百万的这个雇主担保 对不对 那明明我符合条件 那他还给我做一个雇主担保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挣钱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给申请人 就是给出的一些意见 建议 我们是必须要 就是合情合理 然后必须要 这个符合政府的规章制度 符合我们行业的这个要求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那你去投诉 你跟和协会投诉说 我没有给他最好的意见 最合理的意见 对 最经济实惠的一些通道 对不对 那我这个人就没有 我就会丢牌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作为持牌移民顾问 也知道现在的信息 大家都能够 在网上都能找到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资深的要求 就会更高 就是移民的政策的一些 数据的进行一些观察呀 一些推测呀 我喜欢 比较喜欢去Stats Canada 就是加拿大的信息网上 去看一些 加拿大的一些 每个省的他的 每个行业的 他的一些招工 哪些是短缺的 哪些是比较过剩的 然后呢 我们也会跟申请人呢 做出一些 给他们一些意见 比较专业的 比较前瞻的一些 OK 这个行业可能 未来六个月都 都不会短缺 那么可能过去 一年两年 他有过邀请 五百个人 一千个人 但是呢 后面呢 他可能 比如说某个行业 他饱和了 他就不会被邀请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走这个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风险 我也会比较诚实地 告诉大家 感觉以前的中介 基本上靠信息差 但现在的中介 感觉更像一个教练 他需要基于 个人的情况 去判断 去分析 然后像提供这种 像朋友似的服务 对吧 对啊 就是有的人 像是做买卖嘛 对吧 他把这个人 卖给了这个雇主 OK 买卖 做成了就OK了 但是我们是 因为我自己 开了公司 然后呢 我是为了 结交一帮朋友 我希望他们来加拿大 能够比我们 当年来加拿大的时候 要少走弯路 很多人也都是 跟我们一样 三十七岁 四十岁 那他们还有 二三十年的 这个professional life 对吧 他们有二三十年的 这个职业 对吧 很多人他是 喜欢工作的 对不对 他也需要这样的 一个工作 来维持家庭的 一些开支和孩子 对吧 所以我们是给他们 一些建议 让他们 对吧 无论是在移民 还是在选择 什么样的城市 什么样的工作 对 什么样的地区 买什么样的房子 包括 也有这个房产 都会给他们一些 比较合理的一些建议 特别好 就是站在客户的角度 去考虑 那我其实以前 在网络上 经常看到中介会说 移民不成功 就退款 就这个现象 你是怎么看的 你这边是不是 也会有这种条件 包括你会选择 你的客户吗 比如说有些客户 他可能一看条件 他是各种渠道 都走不成的 但是呢 你会让他说 也去试试看 说不定能走成 就是你会选择 这些客户吗 确实我们也会选择 客户 原因有很多 假如说这个客户 他确实目前 现在不符合任何的 移民的政策 或者是通道 对吧 我会拒绝一些客户 并不是因为 他们不够优秀 是因为他们 和现在的加拿大的 移民政策呢 他不符合 很多黑中介 他就是为了 收你一个定金 对吧 然后最后你不成功了 退款 没收你十万块钱 最后退个五万块钱 对不对 他还挣五万呢 对不对 他可能什么事情都没做 然后呢 其实我是希望 我进入这一行 的一个初衷 就是为了 就是做一个清流 对吧 我想让大家 能够成功的来加拿大 很多申请人 他可能不了解加拿大 他可能来加拿大以后 我觉得 我根据对他了解 我觉得他可能 并不是特别适合加拿大 或者是他来加拿大 可能会过得不开心 或者怎么样 那我也会 就是自己 也会给自己转OK 那这个客户 可能要再还一还 当然也有些客户 就比如说以前 做什么行业 互联网 发了一笔 或者是做房地产的 OK 现在房地产不好了 对吧 要收了 OK 收了以后 他就说 我给你砸个两百万 你给我全家 要移民过来 不好意思 做不了 那不是说 有钱 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能移民加拿大的 加拿大呢 他这个 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对不对 因为加拿大 也有很多缺点 对不对 并不是适合 每一个家庭 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对不对 那我有人觉得 我还不喜欢讲 我看不上加拿大呢 OK也没问题 对不对 你看不上加拿大呢 加拿大也 对吧 考虑考虑 别在国家 也没问题 对不对 当然有很多中介 他们喜欢 制造焦虑 对不对 国内的 国内现在 比如说 有些行业 不好 或者是 孩子太辛苦 或者是 对吧 制造一些焦虑 但大家 有焦虑 肯定是 肯定是好的 大家想去一个地方 但大家也要考察一下 加拿大究竟 适不适合自己 对 对 我在网络上 其实看到很多 这种中介 我会称它为 无良中介 他们经常会 给很多 申请人 挖坑 比如说 像你刚才提的 制造焦虑 然后 像 刚才我们聊到的 不成功就退款 然后还包括说 把这个移民的事情 讲得很简单 又或者说 把加拿大渲染的 特别的好 是 是 就是 你说 持牌的中介 里面有没有一些 无良的 当然也有 真实性 对吧 合法性 对吧 大家都需要去 去考虑一下 而不是说 光看价格 或者是光看 哎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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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成功了 已经在这边了 大家还是要 做一些甄别吧 就是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当时 来加拿大以前 我也咨询了很多移民中介 对吧 他们也跟我推荐 各种五花八门的 青年才俊的一些什么 说白了就是去做 做技工的 对 我听你跟我说过 你们当时的情况 就当时你们其实是可以 只需要花几万块钱 做技术移民 对吧 但中介一直推荐你说 你需要花几百万 去做雇主移民的渠道 对吗 但还好你后来 也是找到这个信息 走了技术移民 当然我后来回过来 其实也想了一下 就是人家嘛 对吧 他也要做生意嘛 他也要挣钱 也要养家户口嘛 就申请人 假如说还可以 能够符合三个项目 他可能给介绍 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介绍他最正型的项目 而不是说 对经济实惠 或者对于申请人来讲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项目 对 那你还是很幸运的 给自己省下了几百万 那所以大家 在申请雇主移民的时候 可能在这一点上 要特别留意 就是要多看信息 然后呢 看看中介给你推荐的 到底是最适合你的 性价比最高的呢 还是说是他最赚钱的 那我最近有看到新闻说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好像发生了 比较大的变化是吗 对 就是从去年的加拿大移民部长 就是换新的 换成Mark Miller 之后呢 就是新冠上任嘛 有三八火 而且加拿大现在的GDP 是维持不变嘛 对吧 那所以呢 各个各行各业都在经济人员 对吧 各个大厂裁员 然后其实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都面临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本地人如果都找不到工作了 那还回到咱们刚才说的 看就业市场 就知道加拿大未来的移民方向 对吧 那加拿大移民 移民局 包括各个省 安省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 那安省呢 他也是开年 邀请了GDP 要么是技工 要么是医疗 医疗人员 学生还没开 就是学生刚 上周刚邀请了也一次 然后 他都是为了弥补 某个特定的行业 的一个短缺 然后对于学生方面呢 现在是紧缩35% 然后呢 他们可能还会有家人 对不对 那他们的家人呢 持着这个 开放式工签 就过来工作了 对不对 很多人嘛 就是夫妻双大嘛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工作 那现在呢 政策就是把这些 除了研究生和博士生以外的 上这些研文项目的 学院类的 把这些人的配偶工签取消了 这些人毕业以后 也不能持着毕业工签工作了 所以呢 这一类人呢 他是受打击最大的 通过这一次的紧缩呢 下面呢 他会有一定的好转 很多学生他不能够 就正常的持着工签去工作了 对于能够留下来的人 的素质也提高了 因为毕竟要是硕士博士 然后对于整个加拿大的 就业市场呢 应该会是一个 好的一个走向吧 就是让真正的 有能力的人 他能够找到 适合他的工作 对不对 能够留在加拿大 而不是说 五个学生 对吧 去抢一个 超市收入员的工作 对不对 这个并不是 加拿大的这个移民局 包括加拿大的政府 包括加拿大的人民 希望看到的 对不对 明白就是 现在虽然移民政策 有紧缩 但实际上是 促进加拿大 未来的良性的 一个生态发展 对吧 好的 谢谢David 今天给我们提供 这么多的信息和干货 那么如果大家 对移民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是 直接咨询David 我会把他的信息 放在 show note里面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这次节目 能够给你带来 有用的信息 好 谢谢贝贝 邀请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